最近在亞洲有極端的高溫 這四十度以上的高溫 給民眾是記載不定 像外南面膠 用電量一聲就請餐 省電危機影響到民生和經濟 連中國北京也連續兩天 都發出高溫的恐怖 北京的氣溫是起到 列四三十七度 東極連續兩天都發出高溫的恐怖 民眾起床了路 在某天穿檔 運是包到鞍鞍鞍 各位爺荷山提供時代 這中間我們已經過度拜大家也習慣了 家裡準備了豐油精 人丹 喝香蒸汽水 那不怕 那個乾這個火的肯定不怕 離三層外三層 塗了防曬 然後戴帽子 防曬衣 裹得炎炎事實的就會更熱 當然也一樣是有夠燙熱 民眾這禮拜氣溫已經到列四十一度 這時間來時間沒到來 已經好小學天空 用飾涵涵涵涵經濟 孫氏實在參中 還可以這麼多次跳電 讓總加工這些出口生涵涵都受到影響 也讓美金的豬皮減這麼多 創七年來的生意 如果不出淨口的燃料費 給電池停了 還要停電兩禮拜 當南亞的國家從今年四月開始就租到兩百年才一百的官員 又一波接一波一直來 泰國四月十五就創立四十五點四度的歷書新冠 五月吹了國時電傳兩天都是列四十三度半 外南又起到四十四點二度 改善歷書記錄 本體六月應該夠負貴 氣候要轉量 但是現在一樣燒熱 外南已經連續過六天都超過四十度 民生用電的輸給是增加這麼多 當局只好減少路頂救命的時間 也好用製造夾在離婚時間才夠運作 但是本區閒電一樣 讓火國餐廳這些電池沒辦法開 只好去做大型好電機 佛業者的電池比九年增加這次 總共說今年整個夏天都會這麼熱 說是新聞社會中邊的